好 大家就很歡迎回來收看 由艾佩卡舉辦的這個自豔亞洲戰隊賽 我是主播阿金 我是今天是蔡明輝 好 那現在來到了四強的第二場 是由韓國內戰陰突的克林隊上陣力 那我們剛剛已經講 已經介紹過這兩個隊伍了 一邊是這個重新GSO迎擊 有三個成員在裡面 然後另一邊則是 其實另一邊不是說不強 是他們的 大家認知他們這些選手比較少 但他其實有部分 他們是常去打一些GSO的一些網咖範 如果說拿韓國前100強來說 他們可能就是落在 30到60名那個range 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有點靠前 應該50吧 50幾吧 嗯 大概 我說以現階段的韓國選手來說 對 差不多 差不多四 五十到 就是前百內的 那其實都是前百韓國選手 對 他們其實 沒有那麼 但就是沒有到那個GSO的實力 對 GSO的尾巴或是 或是不到 但是也沒有差很多了 對 可是我覺得相信他們打起來 應該還是會猶來猶回來 你看 上次這個Rush打贏 他們都有機會拿下兩分 對 而且對方也是實力很堅強的 好 那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原本我們第一場都是3v3 但因為雙方有協調過 他們3v3改在第四場 所以我們第一場則是1v1 1v先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是這個 Buzzi對上Hurrikan 這個神打人 這個神打人 其實我最近因為 其實我最近在自己有打電梯嗎 我深深感覺到自己 已經非常有點老化 你知道嗎 沒有 你打太少了 你以前聽我說 你知道我的戰績表跟以前一樣 我TVT是一支獨秀 六成 六成多 可是我TVT跟TVP都大概四成多 為什麼 我都打到有點茫然 因為我雖然知道說 這時間點你去打他 他可能會 他可能很難守 可是這時間點我卻沒有相對的兵力 讓我去打他 然後導致於說 我每次進攻的時候呢 各種的那種 tiny點啊 都亂掉 兵力比較少之類的 然後我還打到一半 我就 我有一天很洩氣 就是 我都 我只是贏TVT 我TVP TVT都輸 然後我就打到一半很洩氣 我就問Tov說 我覺得我 真的不太行 有點難打 然後Tov說什麼 Tov就跟我說 你就打兩框一波就好了 可是我覺得現在兩框一波就 沒有 不會讓我一直想要打兩框一波 你知道嗎 我想要打三框 三框的東西 然後 對 他就說那你就沒救了是不是 沒有他就沒有說話了 他就覺得沒救了 不想跟你講 那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嘛 我教你了 你又不聽 那你問我那麼多幹嘛 好 比賽開始了 例如是藍椅 在這個左下方 是紅色的人類選手 Buzi 好 好 第二右上方 則是藍色的神仲族選手 曾經也是GSLCODE S8強的Hurrikan Hurrikan以前的ID叫什麼 我記得他改過 我有忘記了 一直都是叫Hurrikan吧 是嗎 是我記錯嗎 我們最早最早知道這個人的時候 他就叫Hurrikan 是 沒錯 但我記得他有改過ID 那應該是Hurrikan改別的 而不是 Hurrikan是他最原始的ID 嗯 好 這邊一直供應去做偵查 那這邊看一下 人類則是一個很標準的 把被引發家裡的單命史整開 那你說他改過ID這件事我有印象 那時候我們還一直調侃他改ID 改完以後變強之類的 呵呵呵 好 好 現在呢 現在其實 可能是因為我 因為我最近比較少看TVT啦 我都是一直去看TVT跟TVP 我想要知道現在就是人類有哪一些 比較主流的東西 其實TVT沒有變 TVT其實說真的蠻猛的地方 大概一年半的打法都沒變 那那個飛彈車呢 改這樣會有差嗎 有差 但是在防守層面 初期的防守跟進攻 對 然後對表看到 喔 TAR 是嗎 對不對 T-E-A-R 是這個吧 T-E-A-R 是嗎 我也忘記了 反正我印象中他好像有改過 不是啦 他改的時候不是改這個吧 我忘了 算了 不是很重要 不是很重要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人類的第一隻死神 去做一下偵查 那這隻死神原則上 最好就是要保存到第二波 可以看到科技跟三況 最好是這樣子 好 那人類這邊則是走一個兩層兵 居然是兩層兵 居然是兩層兵 並線 其實這個很重要 有些人的死神是過去他以為 他以為他到對方加給光壓力 殺一隻公兵 然後死掉很賺 事實上我是覺得不賺 因為你接下來什麼都不知道 對啊 而且你出的死神是要耗瓦斯的 沒錯 其實你是不知不覺中 已經有點傷精力在出的東西了 對 好 這邊直接兩層兵喔 其實現在TPP兩層兵賽局是拼少的 比較少一點 剛剛有人在問說為什麼第一場不是阿戰 因為韓國有一個選手他現在 暫時還沒有辦法上線 他要再等一下下 對 所以他們雙方有協調過 那就 先讓一打一打 對 還要第四場嘛 就是還要第四場 因為你不能那個阿 你不能前四場都一打一 然後沒打到團戰 這樣就會對比賽造成 造成影響吧 沒錯 所以他們第四場的時候殺了他 如果說這第四場那個人還沒來 就算放棄那一分 對的 好 這就是卡在草叢中開始演 這邊當一個前哨 然後加一個OB出來了 那這邊是一個很標準的兩層兵開局 同時見這邊Huriken正在出這個人進 5BG 雙方的攻兵是差不多的 一邊是38 這個時間點的攻兵是一樣的 差不多的 加上這個礦羅的採集 好 我覺得其實現在這部隊打的還不錯 就是他死神是有定期去看一下 對方在幹嘛的 可是我覺得有沒有看到三框很關鍵 對 他現在也是啊 他繞過去三框那邊看嘛 對 喔來了 就是今天剛稍早 稍早阿吉說的那個 一開始先做一個人進去刷基本兵去鬧人類 那人類如果這邊沒掉的話 很容易中傷 對 這個打法就是 為什麼現在其實人類很多 打神座會出被戰車 因為這個打法 可以鎖被戰車 可以鎖那個 可以鎖人進 人進鎖住了你就有 他只要被人進被打掉他就退了 對很大蓋就可以鎖掉了 可是為什麼神主要出人進呢 因為他也不想被你鎖 他前面的兵如果沒有被你鎖 他就載上去就沒事了 他這個人進有點像是 你直接出一個閃追 但是你是沒有CD的那種 對沒錯 還可以鎖到兵 我是覺得神主只要小心操作的話 是不太會被鎖到的 這邊人類這一波有點 打timey點 走過去被OB看到了 這個槍兵有點多 好你看一出門 直接偷教室到家裡爆開 哇兩團兵這時候是空窗 家裡沒什麼東西 他沒有刷兵 比較可惜 他選擇回救 對 他沒有回救吧 他往前走 可是重點是這一團兵 你這團兵裡沒有醫療體 他沒辦法塵氣候啊 要有醫療體他才會有續航力 結果一個人進 三隻腳趾就拉回來了 然後這一波的攻勢又被瓦解 對 重視人進沒點掉 還直覺在做騷擾 我以前自由之一很早很早以前 我也是這樣打 就是 直接出入一隻人進 然後門口放一個狗兵 你一出門我就丟你 很早以前了 對 不過其實這理由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啦 對啊你都出門了 通常出門那一波一定是所有兵都帶上 對 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Huriken的超損心 他就點一隻點一隻上來 無損 用護盾跟你消耗 好 OB看到 對 這個 其實這張地圖你放上個OB 所有的道路都看得到 對 除非你從邊邊用運的 對 好來看一下 哇 這邊直接打針 但是 喔 直接進來點這個 少兵 哇 很兇很兇 可是 可是我覺得他剛剛第一時間不應該點那個 激火 那一隻不朽 你都要先把兩隻哨兵點 對 他先點完兩隻哨兵 然後點一隻不朽就差不多了 對 不要點兩隻 因為 不朽他沒有很怕槍兵啊 他並沒有很怕 對 他可能點了一隻不朽 瞬間激火嘛 就可以開有拉達去打最烈的 對 因為對方的最烈是沒有那個閃現的 還沒好 所以你比較脆 沒錯 他剛剛如果是點完一隻不朽 大概還可以吃三四隻最烈 跑走 我猜啦 看起來感覺 不過目前看起來有的打 但是 布宜珍有個重點 他是沒有開三礦的 我剛剛還沒看到三基地 他應該是 雙礦五兵也要打到地 好 滾 像這就是 人類 他剛剛很想空頭 所以他就掃了一下 不管他有沒有看到 他就掃了一下 結果發現 嘉義不正面被扔進 好 這一波很兇 這一波是 帶鬼雷 攻防 那個科技全開的槍兵 去打 那這邊這一波 如果沒有辦法賺到 哇 這OP真的是立大功 對啊 什麼都看到 兩次進攻都被看到 我覺得再拖一下吧 如果能再拖一下就贏了 拖到 那個 提速好 就贏了 可是兵力 去打正面都A贏了 對啊 神足不需要 這正面很強 你這個工兵 三三來遲 你要就是開打的時候就來了 而且這邊他可能陣型控制得很好 他並沒有因為你的拉扯 而讓自己陣型不好 然後鬼雷也沒招到什麼 對啊 這輸了吧 第四場必須要是團戰 我認為啦 我是沒有問清楚這方面 但是 就我認為 第四場如果不是團戰 會對比賽造成不公平 對 本來就是在有一場團戰存在 對 你不能團戰 不能第五場 你一定要 那如果前面被視頻怎麼辦 那你就沒打到團戰了 這邊可以看到 神竹已經是大規模領先了 三神口差距 經濟兵力科技全面領先 攻防也領先了 像現在人類 其實我覺得人類就是這樣 你去打神竹 你還是不能過度依賴的正面 你側面還是要給神竹相對應的壓力 讓他逼迫他分兵 因為其實在 攻擊上的戲來講 人類小部隊事實上是會比較強一點 他有意料亭 打真這種 瞬間傷害還是挺不錯的 這追戀真的有點多 純基本兵的 現在都有提速了 而且他墊兵也在做 先點意料亭 再來 一波不夠 我還有第二波 這次有跟上 這一次的兵就很多 打真來 來 這個Colegan控的好冷靜喔 他把環子往後撥 對他把環子往後拉以後 用立場先吃尼泊按H 家裡再刷環子 哇這控的真是好 三線 這控很好欸 大家可能覺得好像沒什麼 事實上這超過難度挺高的 然後現在那個人類已經有壓力了 因為家裡被BAN到 硬上 鬼雷有沒有 沒有抓走 這邊打出拒絕 我們恭喜 Holycan拿下這場比賽勝利 Holycan這樣打超級穩 對因為其實有些人看到公平那麼白 他可能會忽略把這個 環子往後拉 就衝過去送掉了 然後被那個鬼炸掉 這就是人類要的結果 你環子沒了 你剩下追劣 我打你超軟的 槍命中就不好 就打他超痛的 對那這邊可以看到Holycan第一時間把他往後拉 然後用立場 重點是他用立場去阻隔 他也沒有被對方擺打很多東西 還吃了對方很多的這個工兵 然後剛剛最大關鍵是 他手是側面 側面 還有一團冷靜 二礦有兩隻教室 然後主礦有一個冷靜 對 那邊真的是崩壞 其實Holycan的思路很簡單 就是 我反而我就掛一個冷靜在你家 對 然後我守你 他守得也很冷靜 你看他第一波 對方槍兵 那個硬點哨兵那邊 他也是把 你們仔細看 他其實有把他的右上角哨兵往後拉 他只有拉那邊而已 他其他地方是站遠地 就是拉那邊 就是要讓對方不好點的哨兵 沒錯 對 然後後面的話 就像我們剛剛看到 那剛剛最漂亮的 那個前面有鬼雷 他狂然是直接往後拉 鬼雷根本就沒有引爆 然後在放立場 所有的部隊上H就站在那邊 對 這個時候 看起來 看起來神主好像打不太死人類 但其實那時候人類是打針狀態 他已經 他就是要拖到 他做這個動作 就是要拖到你打針沒了 等你再打第二次針 然後同時他家裡被投一船冷靜 對 所以他才會 人類後面才打那麼急 對 因為其實這段有一個重點就是 人類的續命被斷 他只要被斷了 他第一波打針結束以後 他邀請如果又不夠多 他可能背後打 第二波的時候會耗不起 對 那那邊其實就是可以看到 Hurik他的經驗這樣老到 對 好 那我們來看看關鍵的第二場 Neo對上這interclin 那目前看起來 不太知道第二場是誰 在想這個數會不會上 有可能會 如果說他們真的有人來不及的話 有可能會同樣的人上 對 有可能 我只是不知道那個是哪一邊 人沒敢上 我只是不確定 其實我還蠻期待這個Neo的Rookie上 Rookie上的 一樣 Boozie對上Hurrikan 今天Boozie是不會上 有啊 他團 沒有啊 團上沒有啊 你說Boozie 不是不是 那個Rookie Rookie 他可能今天沒有辦法來 我覺得Rookie是他們最強的 我也這樣覺得 好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地圖是靜置 天梯板 在地圖的左上方是紅色的人類選手Boozie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來有可能有比賽 有可能是有比賽衝刀 好在地圖右上方則是藍色的神助選手Hurrikan 這張地圖伸出不是有一個暴風劍的戰術嗎 嗯 其實沒有很強 打人類打工廟打兩下也太爛了吧 剛出來的時候蠻多人用的 我記得這張圖剛才太爛了 因為潮啊 但事實上沒那麼強 啊打蟲竹是啦 你一發一隻工兵是蠻強的 但是你如果有經驗的話 你在那個邊邊蓋包子爬行蟲 拖時間拖到你腹背出來 那個包包鏡就沒什麼用 沒錯 因為他現在比較軟 軟很多 好那這邊看一下工兵先進來 騷擾一下人類的ACV 如果能電子到的話 絕對是這個人太粗 出一隻死神 新鬼 單命開了礦 差一點 差一點 他後面那一隻沒有戳到 他剛剛 他剛剛應該是射窗框回家啦 對 他如果是移動回家他就死了 對沒錯 這邊直接開黃金礦 這也太大膽了吧 不害怕你知道嗎 他這個黃金礦大概不是偷礦的想法 他這個想法應該是我蓋這邊你又打不掉的那個想法 對 其實你知道這張內圖不好攻投嗎 對 因為那個邊邊是沒辦法飛過去的 對 我第一次打這張圖的時候我以為那個邊邊可以過 是可以飛的 然後我就SHOOTER過去 然後就在二空被打死 對 然後我就突然 他怎麼不見了 我不是這樣SHOOTER嗎 後來就看RP 他這樣 撞牆 他這樣撞牆移動 然後很慢很慢你知道 他一直撞過去死了 臭白癡 第一次嘛 對 所以這張圖 我自己後來是把他BAN掉了 哎呀第一次總是跌跌撞撞的嘛 空頭只能繞下面你知道嗎 好來看一下 不過這邊這張圖前期死神是蠻木燒的 他可以佔據很多東西 他搞不好被甩死我跟你講 對 不過他會被甩死啊 他只能戰爭才有視野嘛 但射程又不太夠啊 好過去了 付款了 那險被耗蠻多的 工兵逃鹿 好這邊看起來是飛彈車 哎他有多BF嗎 他沒有多BF嗎 我不知道耶 我只看到時間是 哎那看來是沒有 哎 那這樣子的話 他難道要打一個多兵營的 他好像 哎 沒有飛彈車 沒錯沒錯 因為我剛剛看到 我只看到那個實驗室 我以為又是多兵營 飛彈車 因為我是要看到一早 就我科技實驗室 第一個想到就是要掛附件給BF 出飛彈車 嗯 他是自己的兵營是那個雙倍 然後他應該是BF好自己掛附件 好一樣先冷靜 其實這打法很穩啊 你這種VR開了 你又不怕人類也BF那種 鬼雷飛彈車一波 對 然後你又可以有主動權 射 哇 這是聖 沒辦法囂張 我覺得現在可能這個 把反偵查做得非常好 到現在不一定還不知道 對方是開黃金礦 以為跟他是一個等價的運營 嗯 但事實上 黃金礦經濟來得非常好 非常快 他倒是還不知道人家沒開二框 不是開了 對啊 這場不疑是打很偷喔 他是 單邊贏直接BF以後 又攀三激利再放VS喔 他這已經是科技最快的頭髮了 對 不過這樣的話 神祖這個黃金礦就沒這麼賺 因為畢竟人類也是滿偷 對 不能這樣說 應該說 這是神祖想要的結果 我都開黃金礦 你看這個地方 載起來 很可惜剛剛那隻沒有載到 欸這怎樣 他死兩隻欸 好 鎖定 但是沒有打掉 哇 再刷一波 還是剛剛的 對 再刷一波 我覺得要被耗爆 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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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最後一可能有黃金礦的資源 所以他 他完全耗得起 這就是剛我們說的差別 那個差距了啦 黃金礦一開始的收益是高很多的 哇 好虧喔 你開二礦結果被打了兩個BS 吃了幾乎所有機上 去一半了 等等那礦樓全部丟主攻一下就乾了 對 沒了 有坦克啊 然後 自首發言在開自己家的三礦 然後走VR線 超穩 他走這個巨像 走巨像嗎 你讓我還是巨像嗎 他放VB欸 放VB有可能是烈光球啊 你怎麼看 我覺得是巨像欸 我猜啦 你以為他會被你說死嗎 你看他這個操作 因為Huriken最近的比賽我沒有看 所以我不確定他到底是要走巨像還是烈光球 其實我認為阿 我覺得這個局勢你走巨像比較好 比較穩 烈光球很穩阿 如果說他烈光球控得好的話 也是 走巨像 嗯 而且這張地圖他 因為他不好風頭嘛 他老 而且下面有中間的浪漫他站住 他只要小心邊邊腳腳就好 他就把二礦那個邊邊蓋光炮就好 就很好守 沒錯 然後 這一張圖他其實 你會發現中間交戰點 事實上不開闊 他是一個 宅口 宅口 哇 哇 對 死不狂的事 度壓被點爆 哇 超虧 我覺得 人類只要死度壓都是極貴的 因為度壓很貴 因為度壓功能性很好 他做了久又貴這樣 就架起來 如果是黑實在就跳過去 電影韓客是不是 然後就可以逆轉 這個跟跳過去差不多概念 對 死的差不多了 不過已經是非常賺了 人類被干擾很久 對啊 黃金光都快踩乾了 從間自己的三礦已經開起來 巨像撐著蓋 好 然後這邊又幫我們下了這個 高階聖童武褲 這樣人類打得太太懵了 他就是不知道對方在幹嘛 對 從頭到尾到尚完全不知道對方是什麼 好慘 這其實超尷尬的你知道嗎 他完全不知道對方幹嘛 他瞎著也在打了 然後他等一下出去以為 他守住好像還能打 他等一下就會拉我們幹一波 然後對方巨像 對方巨像 完全遭重 好少了也拉 看到兩隻巨像 但是他不知道這個是他的三礦 他以為是二礦 對 他以為他是二礦 會不會他到時都沒有發現那個黃金光 這個OP也是精銳啊 所以我覺得把OP發現煙霧區很聰明 因為其實人類已經很難看到了 煙霧區超難發現 尤其是煙霧跟草叢 對 他那邊我都會忙掃 你知道嗎 不管有沒有看到就先掃一下 先掃看看 有掃到有算 沒掃到算 好 上面加坦克 他要包夾了 他一直掃 但是沒發現OB一直看到 這樣直接被點掉 好笑死 那個OB一直看到 絕望欸這個 不是立場有失誤啊 不然剛剛就完吃 沒錯 還是被他賺的一隻巨像 但是其實現在對於 身材價無所謂了 他 他欠很多啊 剛剛原本可以完美走出這一波的 對 但是那立場有動 這關是怎麼走有點慢 這有一點那種 這沒科技吧 這走太慢了吧 大人打小孩的感覺 好這邊打到GG 好我們恭喜Hurrycan 漂亮的二連勝 2比0帶走的這個Buzzi 那目前intu the clan 2比0 Nio 那接下來 是關鍵的最後 關鍵的拼牌G 我剛剛沒有注意到他們 intu the clan這邊的 三打三是派打三個 呃 Hurrycan 好像有一個蟲欸 樹嗎 他們好像不只樹啊 不只樹這個蟲嗎 他們兩個蟲啊 Luggenau跟樹啊 應該是 心靈傳說 對 還有一個誰 我也忘記了 等一下就 因為剛剛沒有仔細看 因為剛剛的左上角是 韓國的另外一隊 對 然後右上角才是intu can 我剛剛只注意你喔 沒有 Luggenau沒有上而已 然後我剛剛只注意到那個Buzzi 字特別大 對 他 人家字都小小 就他的特別肥大這樣 沒錯 你們等一下仔細看那個左上角 那個Buzzi有夠明顯 他肯定是有 他肯定是有塞了什麼東西給那個 對 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因為沒想說 Luggenau有上限 可以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他們跟他們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那天看他跟Haz的打 我覺得他那種韌性那種 我就覺得他是一個 可能分數蠻高的人 所以想說讓他們跟 看他跟那個其他選手打 目前在意的選手打 差距到有多少 對對對 結果沒想到他今天沒上 對 那布里希我們昨天 我們上次就看過了 他打出nice 他打出nice兩次 對 那所以是有點可惜 而且剛剛我們看到 Hurry可能完全就是照他想怎麼打 就怎麼打 真的是玩虐這場 各種意識上的機會 不過也是那個Buzzi他這場沒有 真場沒做好 他的死神明明就可以上去看 他就是要在家裡 他就在聯望塔 他也不去看 他可能以為控制了望塔的人 就可以拿他 我覺得是因為他的打法 他今天打法比較偷 三開 右走科技 所以他的死神不管怎樣 一定就不能死 因為我剛剛有講過 死神有兩個目的 偵查 跟防禦 提前知道對方要一波的意圖 那他死神沒死 他比較容易知道對方要一波 那他那麼偷 他想說我這麼偷 你只要不一波我超賺 結果被人進 直接打包 被人進從 繞過瞭望塔的地方過去了 像剛剛我就講了 你已經遇到這種打法 你還是需要幫客 你有幫客 你門口才不會被 不會這樣被鬧 但是因為就是 他剛剛沒蓋 沒蓋了人家抓到這裡 他就沒意思到人家要這樣打 對阿 直接被人家鬧爆了 那接下來這一局 我們還不知道誰打誰 不知道是不是會來一個 因為你有很多人類 三個人類 三人兩重 三人兩重 沒有神組 所以等一下有可能 因為應該看不到內戰 他們我記得 我記得那個intel claim 他們都是 他們好像沒有人類 一個人類兩個神組 兩個重組 很平均 其實也沒有很平均 差不多 他們那人類誰阿 Innovation嗎 不是阿 他們人類誰 我也忘記 等一下看名單就知道 等一下就知道 反正 反正我們 我是覺得阿 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感覺上好像每一場都會 是這樣的感覺 因為 他們的雙方的 畢竟人家 他已經出道這麼久了 三四年了 三四年都一直持續的 在打這個星骸阿 而且他的 也不止了吧 好像更久了 Lugnaruk 那個五年前的鐵人杯 就我邀請他的阿 五年前 五年前 2013年阿 好久喔 然後他那時候就已經打贏 他把胎甲4比0耶 五年前喔 真的假的 所以表示他是不是星骸剛出的時候 他就在玩 不然怎麼可能把胎甲 五年前的胎甲 五年前的胎甲是他 正巔峰 然後開始走下坡的時候 對 是他那時候把那時候的胎甲打掉 沒錯 那時候為什麼走下坡 因為 手傷 他最巔峰的時候 那時候手傷了 嗯 喔 Spear Spear 衝刺哥 誰 Spear 那個阿 那個人是Spear 喔 剛說Spear就上了 Spear Spear 這個魔法少女 極限魔法少女 極限魔法少女 這是ID 這不是拚 極限魔法少女 Magic Girl 他可能是魔法少女的鐵粉 是這樣嗎 有可能 然後還要讓地圖自動化 地圖右上方是這個 極限魔法少女喔 搞不好他真的是女的耶 單身三十年 我才不相信 他可能是個單身三十年的少女 我才不相信 這樣子 然後在地圖左下方 指紅色的人類選手 Into the Spear 我看一下這張地圖打擾 這張地圖其實是 這張地圖其實還蠻適合機械化的 認真說 因為他的 他的三十礦超好開 你可以開 三礦開到中間支點 你就可以直接開黃金礦 你還可以加那個 黃金礦岩石 對對對 就是這張礦對於機械化是不錯的 然後這張地圖的那個高地力 沒有到那麼多 然後所以你的飛彈車跟那個火車 可以 就是可以一直去噁心對方 對 就這裡可以叫坦克 對 這張圖打充足人類應該算是 我覺得還可以 我怎麼看都覺得他要打那個 那個 火車飛彈車 火車飛彈車是不是 而且你知道火車飛彈車的套路是 就是火車一開始嘛 引擎女腰嘛 然後就直接飛彈車 而且他引擎女腰會引擎喔 還會嚴巴提速喔 我還想說 他的引擎女腰會引擎喔 你都說引擎女腰了 他的熱拿鐵是熱的喔 還會提速 我剛剛其實想要講提速 但是我不想講到引擎 所以我還補了一句說 還有提速喔 我的熱拿鐵 是熱的喔 你剛剛不是這個意思嗎 他是這樣 他的血條 自己 我已經 他已經公罩了 這邊看一下人類很穩喔 第一次公兵進來偵查一下 確保一下 好 看到對方是一個很標準的裸霜以後 不是裸霜 不是裸霜 他是裸霜嗎 裸霜 裸霜 然後他看到裸霜以後 然後他的子神就出去了 那其實這時候公兵不用急著走 你可以再看一下 其實那次公兵也可以做另外一個比較偷 看到有一個框就走了 我看到蠻多的選手會這樣 你看到人家有蟲胎就直接走了 對 之前也是這樣子 但是現在越來越多人是 會繼續看 為什麼 他怕上面又放蟲草 所以是為了怕蟲草 那這樣用死人看不行嗎 會有後蟲來趕 應該說 他死人看到的時候可能會慢半排 他沒有心理預設 所以不如讓公兵再上去看一眼 因為你沒差你都到了 你就上去繞圈看看他們 沒差那麼幾塊錢 所以現在有些人是會等到狗出來 看到狗出來就跑 但是你剛剛說那個也是 前陣子蠻多人做的 前陣子大部分都是這樣 就是大家繼續去看一下有蟲胎就走了 就到惡況而已 直接看到蟲胎就知道裸霜 然後就走 而且他有過濾喔 他是一定要蓋 蓋兵的那隻公命犯 才會剛剛好 才會剛剛好看到是不是裸霜 然後這邊出鬼雷線 我有一頭烏黑的秀髮 而且我頭髮是黑的喔 白癡喔 然後這邊 卡到鬼雷了 但這個王蟲也別想走了 氣死吧 知道對方要空頭鬼雷了 但他沒有看到VF的掛組 他這個就是要打那個 鬼雷空頭間引擎女妖 這套路其實蠻久的 然後他放棄前面的火車 火車壓制 比較少見 剛剛有偵查到對不對 你說誰是誰 蟲族啊 他有看到鬼雷啊 他有看到那個科技實驗室嗎 沒有 沒有 我剛剛看到他 他沒有看到科技實驗室 他是看在 實驗室在掛 但是他不知道掛什麼 所以他看到鬼雷 其實好像沒有辦法判斷是 這個打法 我覺得看到鬼雷通常都會想到空頭鬼雷 對對對 然後他這有可能會打雙線 就是 等一下那個 槍命去騷擾嘛對不對 然後側面會有四台火車去烤山礦 然後突然變成火車站起來 然後接引擎女妖 丟 這打法操作難度其實挺高的 喔 這個蟲蟲 剛好看到 喔 好 欸再回去丟啊 他一定會回去 欸 登來了喔 他不想殺他 有啦他回來啦 他只有富人之人的好嗎 登來了喔 你看 他的內心在糾結 登來了喔 要過去 因為他看到蟑螂了啦 他看到蟑螂了啦 他看到蟑螂了啦 他看到這不太妙 對 可是他走引擎女妖 還好 不怕 不怕不怕 完爆你知道嗎 這叫做完爆 這樣跑到一半 看到引擎女妖都傻了 那這魔法少女 是不是要繼續再單身死你了 他這已經沒機會了 你知道嗎 火車燒狗 還敢來啊 蟑螂 其實會從走外半發現 空中怎麼有一隻女妖 這其實就是為什麼 有人問我 我就跟他說 其實人類還是打以前女妖最穩 因為不怕被大招 就是你今天是真的 真心想練運的話 火車女妖是一個 最穩的開局 沒錯 算是殺最穩 兩船兵就怕毒爆 而且 張狼一波兩船兵跑不跑 張狼一波其實兩船兵沒有很怕 因為這間點過去的時候 剛好兵夠多 然後醫藥挺快出來 那很怕毒爆嗎 你也覺得還好是不是 要看耶 毒爆如果他真的是要衝死你的 肯定是怕死的 對啊 因為你沒有什麼操作空間 欸這個張狼 其實我覺得他這火車 不應該 在這邊逗留那麼久 他應該是發現 這樣過來就往後走 點多死一兩台 好這幫人家確定他的二本 這個 有隱形的隱形女妖 他沒升速度一樣 還沒還沒提 你要升速度需要那個 融合那個 控制核心 何聚變 何聚變 什麼阿哥的我忘記了 何聚變 時間四 其實是何聚變之門 不是啦 你以為神徒就對了 何聚變 蟲巢 沒有這東西 你不是什麼都要加蟲巢 蟑螂蟲巢 沒有那是一個講習慣 好來看一下 取消隱形 不過女妖很重要就是不能亂送 你居然沒有鬧到也不能送女妖 畢竟還是蠻貴的 150元 這個時間點 蟲竹的對空這麼弱 蟲竹就是媽媽 但是我真的覺得 要是神族跟人類也有一個媽媽就好了 對不對 你沒有媽媽的 不是不是我是說 這個遊戲裡面 你想想我們有一個 假設以後我們把這個 新鬼拔掉 對 旁邊放一隻媽媽 她會幫我們招礦爐 也會幫我們防控 媽媽會丟礦爐嗎 媽媽會丟礦爐嗎 她會幫我們防礦 所以你人類的媽媽是真正的魔法少女 對啊 那神族媽媽會幹嘛 噴軟啊 神族的 神族的 會加速是不是 不錯啊 超時空這樣子 然後她那個履扣就直接履扣到媽媽那邊 就戳飽死她幫你加速啊 好猛喔 對不對 對 你這樣想想不是蠻對的嗎 然後她不會對框 但是她可以 她可以釋放那個光炮 可以丟光炮是不是 她可以自己變成小光炮 太不必了啊 這打掉好賺喔 我原本以為這場 魔法少女會贏 真的假的 你不覺得她前面這樣攻防起來 不劣嗎 就是我沒有說優勢 但是我覺得不劣啊 但是這個二礦掉了大概 我覺得沒戲了 也沒有到沒戲啦 只是你自己看喔 Speed她施控也開了 其實人類打蟲竹 最大關就是 經濟只要不要落後於蟲竹 跟她換名字換得起的 而且現在人類光榮又是 人類施控要起來 施控人類是非常強 這兩隻女傲還活著其實蠻重要的 她其實一直在控制這個衝台的往前移動 九分鐘 這光蟲應該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喔 你知道現在人類超有錢嗎 人類四礦開起來 五礦在開 人類六十五公斤是一個很好配置 人類的公斤大概六十五到七十隻就好了 不用太多了 剩下可以靠礦樓 六十五是最好的吧 因為你四個礦就有三個 四個礦三個礦樓 這樣夠 往下這邊一定是有想法的 對 她還送溫暖跟愛人 你知道嗎 那感覺比較像是那個 那個 靜香團的感覺 對 四個靜香 你看還在射 你的那個金叉不見她就射一下 金叉不見她就射一下 現在雙方的這個人口差距10 但是其實以你就經濟層面來看的話 事實上人類是不虛的 她這建築學是有點戳喔 你說誰的 人類的嗎 人類的嗎 欸 我看還好啊 她坦哥要繞一大圈 沒關係啦 不要卡住就好了 她繞很大圈欸 你有時候為了排得很整齊 結果坦哥會卡住是超傲農 然後你還要進一個補給站 讓她自己擠出來 我只是沒這困擾 她神出不需要啊對不對 哇這波兵好多喔 10分鐘 200人口的對決 對方只有蟑螂 欸坦克都沒輸出喔 沒有沒有輸出 一台有輸出而已 她這只是用槍命在打欸 她坦克都沒輸出欸 那個她 那個她 用那個 醫療庭把坦克丟到黃金礦後面 不是很強嗎 對啊 超硬霸的好嗎 我也不懂她為什麼不這麼做啊 她可能覺得她夠猛喔 她不需要做這種小人部署 你知道嗎 真的欸 她剛剛被那個 算是體液通掉了兩台 滿血的醫療庭 趕快再到那個黃金礦那邊 打她的工兵喔 那個超硬霸的好嗎 她應該要耗贏了 欸 一到挺全爆了欸 對啊 怎麼爆我也不懂 機會說可以把一到挺全爆 算是體液一點爆 有有有 這還是很強 對 哇 就直接一波推走了 應該還行 四礦摧毀掉了 人類四五礦 打充足四礦 而且攻防是二攻二防 對 打一攻一防 這個蟑螂攻防 劣勢的情況下根本不可以 這要怎麼贏啊 然後那個明霄還在 欸她沒修過欸 她沒修過可以活到現在 沒錯 好 這一波直接踹半了四五礦 剩下三礦喔 欸三礦也被頂掉一次 所以現在衝突的天氣非常糟糕 繼續往前架 對 直接貼身喔 好這邊 魔法送你打出最劇 恭喜Spear 獲得這場比賽勝利 像目前比數3比0 對 Into的Clan 已經停牌了 其實Spear這場 其實也沒什麼失誤欸 她就是 對她就是 你看她 該空的Windows空 就只有那個火車那邊 比較衝動一點 對 然後她也是就是 偵查都做到很到位 以及女妖 發現對方是 蟑螂Rush 第一時間打推對方進攻的念頭 那其實像衝突一開始 都選擇這樣的話 其實衝突被發現 而且人類又算是屬於那種 算是經濟 算是蠻偷的那種開局的話 事實上衝突本來就是 人類有一個很強大的概念 衝突就畢竟把我那波拼 什麼都沒做為 對 而且剛剛其實Spear 她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她去點三礦的時候 她還沒有過度連載 其實有很多人類 包含我自己也是 我有時候玩的時候 我會想換東西 就反而自己換了 就被吃了這樣子 對反而很虧 可是她是一個很明確 她打掉三礦就直接跑 應該說她的 當下的判斷很清楚說 繼續換下去她打不贏 對 所以她就是為了點礦 點完礦就走了 那個地方也是很關鍵 點掉那個礦後 經濟就開始優勢了 沒錯 而且重點是她開礦速度很快 有些人類啊 就是她的開礦速度不是很快 她可能上門開完以後 她會有安心感 對 就會四礦慢開了很多 但我剛剛看一下她的 開礦 timey很棒 人類的六礦 人類的三礦 六分鐘要飄出去 這是一個制定的時間 然後飄出去以後 過一分半到兩分鐘 八分鐘要放四礦 但是很多人類是 六分鐘可以準時出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她的四礦會落到九分到四 因為那個時間點剛好是人類在進攻的時候 對 所以你可能在進攻的時候忘了開自己四礦 沒錯 其實深處也是這樣 因為在打其他組的時候也是 你可能會有第一波 第一波戰術型的攻勢以後 然後打完以後才放三礦 對 這就是為什麼會卡在那邊的原因 你應該是出去的時候就要開三礦 對 然後當你打完那一波你三礦已經好了 那就差很多了 因為你打一好的那時候你原本主礦乾了嘛 你把他的攻勢全部拉過去 你又是一個新鮮的三礦滿運營 而且你的錢會加得非常快 對 而且就是因為如果你有做這件事情的話 運營又更好的人 他是可以前線操作從後面分攻勢過去 所以他的兵會變得無限而接的 運營好不好去看這個 沒錯 這是蠻困難的 那我剛剛看那個Speed 他的這些細節上都有 對 操作上啊 然後運營上面都是還蠻突出的 對 好那現在呢應該就要進行 三打三 三打三了 他就是怕那個其中有一邊的選手還沒有回來 對 不確定是哪一邊的 因為這會導致一個問題喔 假如說是 假如說 假如說今天要把 吊賽成的是陰突 陰突的可以那邊的話 對 那他們譬如說他們可能 最後一位是Regalog他沒來 那他們可能接下來就 不能再輸了 喔 因為他那一下必須 不然的話他後面三分就直接要送 沒錯 蠻關鍵的 不過我們現在要倒數應該是開始 對 比賽已經開始了 現在應該要讀取這個畫面了 好來看一下這一場關鍵的這場比賽喔 陰突的可能已經是3比0聽牌了 3比0聽牌了 好 那我們現在破的是3比3喔 B-U-Z-Z 對 Sift of Tiger 魔法少女 對像Spear 喔 我看起來應該是要 什麼 不好說欸 因為NEO 兩神一人欸 對NEO的組合比較好一點 嗯 我也覺得NEO的組合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神族在3比3 只要有一個人就夠了 對 你有兩個的話 沒有那麼好搭配 好來看一下喔 在地圖的左下方喔 是這個NEO 紅色的人類是這個Buzio 然後藍色的重組是這個魔法少女 然後 紫色這個人類是Sift of Tiger 在地圖右上方 好是這個 into the clan 左邊這個是 呃 中間這個神族是Huricun 然後剛剛 左邊的那個 橘色的人類是 Stun 是不是 Stun Stun 是不是 Stun Stun 精彩封攻 好一人封一邊BB 一個BS 漂亮的門 Stun Stun 好都封起來了 這場是賽末點喔 沒錯喔 兩加死神 而且喔喔喔喔喔等一下喔 Buzio這邊是三兵營出死神喔 所以他們是海死神 然後加重組可能要打一波 可是 人類這邊也是海死神啊 其實他打的是人類的正統的老闆 你知道嗎 人類在三命戰就是會海死神 他會海死神 然後前面去帶一些節奏 對 好 那這邊 雙方都 應該說 應該說這邊來講的話 NEO他是兩家人類都海死神 然後 上面這邊 Intel Crane他們則是 一家海死神 等一下 那等一下可能兩家那個人類會很兇 神豬這邊是 兩兵營追獵 然後另外一家是VS 對 喔三兵營追獵了 看起來有可能會 打前期WASH 對不對 不知道會放VR出個人進嗎 因為有人進的追獵 跟沒人進追獵差太多 對 四隻打兩隻 喔來來來要上 六隻打三隻 你要怎麼走 不要說啊 欸欸欸就被 就先被吃一家 我牽制你 另一家往右邊上 左邊上 這邊已經被 耳追獵啦 哎呀 哇 結果沒鑽頭 哇這樣子兩家死神超貴的 對 快爆了 最近是沒什麼機會 對但他們還在爆 這要一波了啦 大量死神加上狗毒爆 打一波破口 但是神族 那個 印度可能這邊 並沒有偷啊 一隻先知 哇這先知無敵欸 點毒爆 點毒爆 哇這真的操作好的 你想要進來 太困難了 哇包包包包 包死神 摔啊摔啊摔啊 哇青色神族 有先知 有先知 但是他其實蠻多的 怎麼好像被打掉啊 他是 因為他們沒有 他們沒有暴兵手 你看這個青色神族 其實就只有兩隻先知 但是先知已經很有用了 對 主要在死神可以確定完全沒事嗎 不是 沒事是 他完全不怕死神 黃色的死神 對 好像被守住了對不對 對已經虧歪了好了 對 並沒有死到什麼農啊 被推 好歸喔 其實沒有殺到什麼農民 他雖然說死神也千禁 但是先知無法殺 所以頂多殺了兩隻農 對 小袋從第二波 但是並已經 喔這邊不如你打錯了GG 一波失敗啊 對這直接帶走了喔 沒辦法 因為他們其實打得非常極端 一邊是 兩家人類都是三病爆死神 然後一家是 提出有毒爆一波 所以他們就打第一波的禁忌 剛剛我們可以看到第一波 不過其實因為有一家有死神嘛 他進來的時候用手軟蛋 分蛋幾下 拖了一些時間 然後最關鍵的還是因為 他們中間有一些 有一家走先知 對先知無敵了 完全沒有人可以打他 如果這是舊版的 然後他們其中一家出飛彈車 可是飛彈車就很慢啊 飛彈車這個時間點 不會啊 你那個時間點夠強啊 你飛彈車出來那時間點 可是只有一台 沒有啊 我說以前的版本 以前版本 Double兩台 第一波來的時候 然後兩台飛彈車 另外一家出火車有六台 然後加上狗頭爆 其實很強啊 好像還不錯 對啊 但是殺這個版本已經少這個打法了 對 那都死了 我真的是覺得有點 是蠻強的啊 但是你 你只要一旦輸了 就飛了 沒有去啊 這我們第一次 在波納上山山我就講了 就是你一開始出三病死神 那個就是犧牲自己的 對啊 就跟那個你一開始出 閃追 所以當礦閃追的深度 就一樣是犧牲自己的 其實三病死神的好處是因為你 你原本就想要單礦了嘛 你三病死神出去以後 你還是有多餘的錢 因為你機會用的比較多 對 所以你還是有多餘的錢去開二礦 然後你可以直接轉深化 嗯 你不用做太多的事情 變成說你的前面的壓制力 可以讓你 兩個隊友 相對來說比較輕鬆一點 對 但是剛剛就是很可惜 他們是兩架 都是選擇這樣打的 而且那個 印度可能他們是 在有開二礦的情況下守住了 對 那個青色他就只有出先知 但是他先知已經 無敵啦 對已經做到了 足夠多的效果 他先把那個獨包點掉嘛 電磁神嘛 然後沒有東西可以打傷 對 基本上已經沒什麼機會了 今天的第一場的 三兩三也是這樣子啊 那個耐時的先知也是賺翻 對 好 那我們這邊恭喜喔 這邊印度可以晉級到的決賽喔 那這邊可以看到 目前的賽程表 今天的比賽呢 這邊 贏牌與他的快樂夥伴呢 4比2擊敗Rush 真的競技到了這個決賽 那下半部的韓國內戰呢 最後Nio也是0比4喔 輸給IntoClaim 那這邊確定了 在 下禮拜喔 下禮拜五的決賽呢 是由這個 贏牌和快樂夥伴對上IntoClaim 然後 敗者組 這邊是Rush 對上Nio 對 欸 有敗者組啊 這看起來沒有敗者組 這應該是直接就結束了吧 對是沒敗者組啊 有嗎 看起來 有敗者組喔 應該是最後 這是聖步的賽程 聖步的賽程 聖步的賽程 對啊有啦 不是啦 欸 所以這個打完後有要比出三四名嗎 沒有 他 他會是有敗者組 有敗者組啊 對 沒有比出三四名 沒有比出三四名 對 所以下禮拜就是兩場嘛 就是 聖步冠軍 對 跟敗部冠軍 對 其實也不是說聖敗部 就是直接第一名了 冠軍跟第三名 沒有沒有沒有 剛剛那個他是說 下面是敗部 有啊 決賽跟季軍戰啊 所以這已經是 這已經沒敗部了嗎 對啊沒敗部了 如果是決賽跟季軍戰就是沒敗部了 等一下問一下 因為他是 上面是那個 Grand The Final嘛 下面是 青銅Match嘛 沒敗部 對沒敗部了 所以是沒敗部 那這樣的話 我們更正一下 抱歉我們更正一下 上面就是冠軍賽 對 下面這個賽程是 祭奠軍賽的沒有敗部 沒錯 這樣有沒有 這樣看起來突然發現 這個分組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這個分組 如果說今天是 今天如果說上半部是 冠亞軍 下半部是祭奠軍 那這個分組 是 最棒的 不是 他是按照積分牌才會排下 一定是第一名打第四名 第二名打第三名 他本來是這樣子啊 就是A1打B2 B1打A2 對對對 所以才會是這個賽 才會是長這個賽程 這樣就公平 沒錯沒錯 對 好那這邊也恭喜就是 至少台灣隊 有闖到最後的決賽圈 對 而且我覺得真的 不一定會輸喔 真的我覺得 很有看頭 因為其實他們雙方 如果我們攤開 選手的分數來講的話 對 NICE跟S是有能力去擊敗 這個 他們都是同個階級 他們一分數來說是同個階級的 對 那關鍵就是看他們 接下來幾個人的表現 對 然後還有就是那個 S畢竟打某些組特別強嘛 對 所以還是要看那個牌陣有沒有 地圖 對有沒有對到他想打的人 沒錯 所以下禮拜我覺得肯定是非常精彩的 沒錯 而且重點是下禮拜我們也可以看到RUSH 也可以再看到 鷹排團會後半喔 那今天這個結果 我就覺得這次韓國內戰有點太快 因為很可惜沒有看到LOOKIE 對LOOKIE沒有上 對我覺得LOOKIE如果上的話 那可能你不會看到 感覺上是實力差距 因為這場確實是一面倒了 確實 對 可能有LOOKIE在 可能會稍微精彩一點 不一定喔 那也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喔 下一次關於賽也是我跟會播啦 對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喔 大家掰掰 掰掰